共用三十分鐘 所以意思就是說 還有五分鐘給我 沒有問題 五分半鐘 不過其實我的方法也很簡單 就是我剛才拼命的在做筆記 所以我現在看自己的筆記 然後想到什麼就講什麼了 所以其實也不需要那麼多的深論 因為詹恩大使幫我們深論 首先就是其實如果是管理者 大家常常,尤其現在日本 跟國際的朋友常問我說 那你的想法做法什麼 都不太一樣,那你的同僚 尤其是老闆,大概是聽不懂 我就馬上糾正他說 是有國軍才有大臣,我沒有那個 國軍,所以我也不是什麼大臣 所以不是老闆關係,我是 working with the government,但是他們就說 好,那就算你是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好了,你還是要想辦法就是 確保說在這個體制裡面 的管理者能夠在你 就是不在的時候也能夠 多持續就是你這一套比較創新的方法 總不能說你到每一個地方 你好像自己都得綁在哪一個地方 所以我想就從這個所謂的 異端是進步的動力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我們是怎麼樣子去鼓勵大家 擁抱異端 那其實有萬一的人在組織裡面是一個很容易的事情 那其實大概就只有四個字 就是叫做你行你來 那也就是說我們每次碰到什麼挑戰 總是有一些人在那邊敲邊鼓 然後說這個我看起來就很簡單 這個並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 等等口出狂言這樣子 那但是其實在每個組織裡面 其實都有一些余裕,一些空間 你在就是法定必要執行事務之外 好比像我們教育部吧,預算相當多 絕大部分都是在做法定的必要事務 但是裡面就會有一些組織 好比像說青年署 你去看它裡面的所有的預算 全部都不是法定必要事務 意思就是說它愛做不做 然後它用新的方法做怎麼樣 立法院都拿它沒有辦法 那這種時候像這些 比較像是餘裕的這些機關 就特別適合拿來嘗試什麼 好比像說青年署就為12個相關的部會 都請了青年諮詢委員 去找每一個部長 跟他們說你們要找兩個35歲以下的人 來告訴你們你們的部會 以後未來發展的方向 而且這叫reverse mentorship 就是其實他們才是真正帶領方向的人 這些部長只要負責 就是滿足他們所需要的資源就可以了 那這乍看之下是離經看到的做法 但是就是因為青年署 他沒有什麼法定職務 所以他無論如何就這樣做了 當然這也是就是參議院總統的政見 就是願景的青年諮詢委員會 可是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這些35歲以下的朋友們 他在外面是覺得說話很簡單 說這個不困難等等 但是到了裡面 就是他真的開始跟部長 開始跟部會朋友 每天每天工作的時候 他就開始看到這個結構裡面 需要挑戰的地方了 但是常常在這樣子 就是一個激勵之下 他們還是可以提得出非常棒的一個做法 我最想舉的例子當然就是 黃偉翔 我們的勞動部跟經濟部共同聘請 青年諮詢委員 共同提名的 他就是提說 他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就加入我們的親資 就是說我們既值的這些選手 為什麼不能當做奧運的選手一樣 或亞運的選手一樣 在國慶的時候讓大家喝彩 好像我們去鼓勵這些得到經營同派的運動員 好像得到經營同派的這些技職的高手 彷彿好像沒有那麼國家級的一個重要性 但他真正想要解決的問題是 確保說大家在國中的階段去想到 我接下來要念普通的高中呢 還是技術的高中等等的時候 他可以多一些role model 多一些他可以參考的一些模範 所以呢這些得派的選手 在國慶遊行之後 不是一次好像放煙火就沒有了 像煙火也不太放了都換成無人機了 但不是放一次無人機就沒有了 而是說就是請這些朋友們呢 之後呢就可以到大學校園裡面呢 去結合專門大學 把他們量身打造了一個課程 而且因為現在新科剛上路 所以所有這些國中的朋友們 都有一些校本的課程 所以包含對他們校園的重新改造 設計等等 都可以請這些國手 直接來配合這些國中生的課程 這個時候這個國中生未來的志願 可能他會發現說 學這些技術的能力 他不但立刻就可以出師 他學了三年之後18歲 反正接下來18歲就要成年了嗎 他不是很管這個家長有什麼想法 他就可以直接去投入社會的工作 去對他的就是社群產生貢獻 而且呢他有一個role model 就是說他也可以變成好像得牌選手 這樣子的一些人物 所以像這樣子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他只是指出一個向量 但實際上當然要把他支持成功的那個能量 就是教育部啊 勞動部等等的能量 當然後面是很大的 但是呢他只要一提出來說服了勞動部長 把勞動部長真的帶到俄羅斯應該是踏山吧 看到我們的記者選手這個真的得了這個世界第三名 然後呢而且呢還拍了一個賺人熱淚的影片 在我們行政院會播放 可能很多朋友也有看到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瞬間就讓這些青年朋友設定了新的方向 這個異類馬上就變成new normal 變成一個新的一個常態 所以有在這個組織裡面 持續reverse mentorship這個概念 我覺得是蠻重要 這樣子才真的可以說 這些不是瘋狂或是 madness 這些是智慧是 wisdom 因為你如果不給他一個舞台一個空間的話 其實瘋狂和智慧是完全分不出來的 所以我再次這個呼籲詹大師的講法 就是大家要勇於站出來 那也可以看我們青年署 其實現在有超過一百種不同的 讓大家能夠站出來造成改變的一個方法 他們現在把它叫做有一個新的moniker 叫做超強青年 超強的那個牆就是翻牆的那個牆 就是超越大家心中的這些對於青年的預設的這些牆的青年 那每一個超強的青年都可以告訴我們說 這些青年的超強之處何在 大家的質感何在 這樣的時間應該剛剛好 謝謝 我不是要那個要獻唱一曲嗎 剛剛在排列的時候 對他們剛剛說我也有一個橋段 是要介紹那個張宏之大師 那然後呢 但是呢 因為我也是靠google來認識啦 所以我就google到了一段 他的這個公版的簡介 那他這個除了把其中一個數字 就是三十年的經驗改成四十年之外 說這個經驗基本沒有問題喔 那所以剛剛就是總經理 就希望我用rap的方式把它唸出來 是一個比較有趣的一個要求 不過我還沒有rap過 但是我就試著rap看看喔 那就是跟大家一樣 我還是要看小超的 因為這個才剛剛編好 大家請熱烈掌聲 無人所的大使張宏健 是趨勢大師 擁有超過四十年的媒體經驗 身為作家主編電影制片 趨勢觀察家等等交錯多遠 對外台灣文化進網樓產業發聲 領導PC宏成為台灣電商龍頭 張大師曾策劃主編超過一千種書刊 超過電腦家庭 諸位時代超過四十種雜誌 以其對文化經濟社會趨勢精疲見解 而備受掌勢 他的十四本著作 包括小數評論 社會趨勢報告 還有散文 曾經策劃和堅持久破電影 包括孤底里的少年殺人事件 悲情城市 西蒙人生 本來很不一樣的 我在不一樣的情況下盡力了 接下來兩位講者 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對方 這個不是要問談話問題 因為要問的我都Google了 但是剛才這個行為完全是外星人的行為 因為在我剛剛說的那個 The man who fell to earth 那個故事裡面 就是我認為最動人是最後的結局 這個外星人在地球 現在長生的很好 不過因為他太聰明又賺了太多錢 所以就開始有很多人以薪他的來歷 所以他人在美國 最後他被CIA抓起來 CIA後來 雖然明白這是個外星人 可是不知道怎麼辦 把他放出來 放出來之後 又被FBI整個抓去 FBI就要研究他身體的結構 用X光去造他 因為他的器官變得敏感 所以他就瞎了 所以這個外星人 就沒辦法去打造他要的 火箭回家去 所以他必須有個辦法 想辦法把這個訊息 要傳給他的家鄉 所以他的工作方法 就是去出了一張唱片 表面上看起來是唱 瘦子的歌 底層裡面含了某些訊號 他希望有電台播的時候 會被他的家鄉 CAPTURE的電播 所以會知道他裡面所包含的訊息 所以只要有人在Rap 在唱歌的時候 你就會跟他小心 這竟然是在上過你這種訊息 鄭偉有沒有問題要問詹先生 我剛才發現說 我如果把那個段句改一下說 是台灣文化很強烈意見領袖 領導PC Home 想為台灣電商龍頭 這樣子好像比較押韻 回去再想把老大變成雙鴨 雙鴨等等 不過我剛才其實在詹大師的分享裡面 其實有聽到一個很有意思的 就是說你把星空形容成一座深井 我想說會說是深井想必是說 它有一種吸引力 就是attractor 就是好像你看著它的時候 會被它吸進去 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但是我們也發現說 很多人他看著星星等等的時候 他是感覺到有一種好像 就是很sublime 就是說好像自己很渺小 好像不一定很重要 然後覺得說這個歷史的長河 等等 銀河等等 他也不一定覺得說 我被吸引進去之後 好像就反過來 我自己會因此受到什麼啟發 反而是變得更謙虛 更humble 這些在小說裡面也是 常常是有的 但是因為 當時剛剛就直接把它連到individuation 就是說要為一個渴求 那這個渴求 不想要被社會化抹滅嗎 什麼之類 所以我有一個很具體的提問 就是說 當時我把它理解成一個申請 然後吸引你這個 好比像說對於沙士尼亞 或者其他的東西 那你在那個時候 覺得被吸引到的那個梗 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覺得 你被吸引到哪裡去 好像不是說你是在銀河之外 去看到這個很長的歷史 而且你要加入這個歷史 變成那一部分 那是什麼呢 因為歷史久遠 我說 我說 我那是真實的經驗 就是 你看著 還沒有光害的時候 那個滿天心動 心心的數量 你看著看著 本來是仰望 最後你就覺得是浮望 你會這樣害怕的 你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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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掉下去 這是 這個 真實的 感官上的經驗 所以 通常那個時候 你必須 閉上眼睛 一下下 或者甚至從屋頂爬下來 一下下 喘口氣 你才有 就是 如果你看著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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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 有一個 有一個小說是寫了這個故事的經驗 如果 這個 比較沒有 沒有太難找到 有一個 有一個小說是 是 愛希莫夫的小說 叫 9-4 夜目滴水 中文意義說 夜目滴水 所以我還是覺得 不是很喜歡這個藝名 因為 因為在小說裡面 看著這個 9-4 這個字其實有 動作 那 他是用了 那個 那個 美國的 這個 閃文家 愛莫神的一句話 他說如果 星星 一千人才出來一次 人類怎麼可能會 膜拜他 因為他超過我們的壽命 他的周期超過我們的壽命 所以你是不會 看到 星星的那樣的 一個面貌 所以小說大概是從這個靈感出發 他就是 講一個世界 那個星星 是要 一個很長的周期 我忘了多久了 可能也是幾半年 超過人的壽命 他才會 出現一次 因為他們 那個 那個 星球上有 十二個太陽 所以只有在 某 一個時候 那十二個太陽 才會同時都 都下山 所以才會有黑夜產生 所以那一夜之間 那個星星會突然間冒出來 那一萬顆星在你頭上冒出來的那一刻 像瀑布一樣出現的時候 很多人會發瘋 所以他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在那個小時候 有一個 有一個邪教 就是一直在傳播說 天上有很多星星 然後 這個人在那一刻的時候 這個 這個世界就要來到了一個 一個 一個盡頭 所以 那個小時候就是要寫 這個 如果 這樣子的星空路 每天在那裡 你就跟你走大海 但如果他是 他是 一百年出現一次 他會讓你 心神俱睡 那 我說 我的時代是 我又在鄉下 所以真的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沒有光害的時代 真的是一個 你抬頭可以看到 千萬顆星星的時代 連銀河都 悔積明顯的時代 那我們當然 也很少抬起頭來看他 所以 大家都 低著頭看會不會 撿到錢 都在 這個 這個 積極營營在世界上做事 所以 抬頭看星空的可能 並不多 那 也許小孩比較有機會 像我這樣 無所事事 想要逃避功課 不要在 家裡 15多錢 做 做功課的人 躲到 躲到那裡 但那個世界 我說 它是 它是 像 漩渦一樣 那些星星的數量 那些星星的數量 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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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震撼 你知道自己 非常非常小 然後你也知道 相對於 那些星星 如果作為主 你就知道 你有多麼的邊緣 然後 那些星星那麼的 遙遠 你說 你叫我 你叫我 他有一種 號召 他希望你 向前 再前 你希望有一天 能夠去 探究那個 裡面的秘密 整個變成一個小孩 求知的力量 的由來 我覺得 這麼多神秘的事 你有什麼方法 可以 可以去接近他 那 我覺得 學校的考試 不能 老師的鞭子 不能 但是 心心有可能 會讓一個人 想要去 尋求更多的 超過他自身 的那個 局限的知識 他想要懂得更多 這個是事後的解釋 讓我想到說 我們放到那個 火星上面的 網位台機器人 那時候也是 全世界的人 在票學嘛 然後後來就把它 取名叫 curiosity 就是 好奇心 那我想 能夠被激發出 好奇心的話 我覺得學習動力 確實就不是問題 因為好奇心完全是 內閥的 它完全不可能 外面強迫你 對什麼東西 擁有好奇心 所以我覺得 剛剛就是 如果現在覺得 光害太嚴重 大家都知道 我是VRVR在VR 你也可以能夠 拿一個VR的眼鏡 在VR裡面 是也沒有光害的 而且可以看得 非常的清楚 而且我們也發現說 覺得很多人 他有一個 所謂的 overview effect 就是一個總觀效應 就是 如果你後面看到 這些星空 然後覺得說 好像快要承受不住 那VR的話 可以讓你在 看得到地球的那個角度看 那所以呢 在這些就是 好像 非常存在主義式的 這樣子一種 讓人一下子 不知所措的 這個情況 很多人目光 就會停留在地球上 然後會發現說 從太空看 也沒有國界 也沒有其他人為的 這些建築物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 忽然會 油然而生 這種一種 就是世界大通 這樣子一種看法 所以很多人上了太空 回來就變成一個 比較好的人 那這個除了好奇心之外 我覺得它 多多少少也有 就是我們永續發展的 一個很重要 就是總觀的能力 也 歡迎大家用VR多體驗 那接下來我們有幾個事先向 直感青年們收起來的問題 要問兩位喔 第一題就是 通常大家印象裡面 天才都伴隨著叛逆 請問兩位有沒有叛逆期 這個激烈的情況 我說我要跟所有這個 這個 叛逆的小孩 因為 鼓勵他們說 身為怪物 你很重要 作為一個 怪物 你在地球上責任很重 因為你必須 照顧這些麻瓜們 你必須 要讓 其他沒有意識到這個世界 有什麼義重的人 你必須 要 比他們先憂愁 要比他們多想很多的事 那 我說 本來只是一個 一個 不想要 尋求一定的 原來的框架的 這個規則 求知的人 我說 我小時候在這個過程 我說 僅只是你想要讀別的 而不想要去讀 學校 要我讀 我感覺這就已經 就在我那個時候 感覺已經構成了 非常多的衝突 這衝突就是 在家裡的衝突 在學校裡的衝突 這個 不可控制的人 我母親沒有這麼悠揚的字 她說 她說 你會一世人叫做 她的語言是這樣 她覺得 如果你 你如果 沒有照這個社會 工程給你 太大路來走的話 會 狀態會 非常慘 會完全沒有 出息的 而且這個出息還是按照社會的規範來的 所以 我 我 並不是一個 天分高的人 我在 這個求學過程當中 工作的過程當中 一直認出左營 右色 我旁邊有非常多 非常周銘的小孩 因為我 我一直都讀很好的學校 所以 我每到每個學校都會 都會重新發現 這些學校的朋友 比偉人還知道的人 更厲害的人 因為我從鄉下的小學 跑到 往到城裡去讀高中 然後到高中 我先嚇了一跳 這比我村莊裡面的 所有的小孩都聰明 等我從 中部的高中 跑到台北來上大學 我進入大學 左邊右邊 特別是 醫科的學生 你又看到 這個 無數的天才 好像學什麼東西都 都不費力一樣 他們也許沒有像 我需要用那麼多的 那麼多的 對抗來 來找自己的路 就是說 你必須用 否定 來 肯定自己 你必須說 我不是什麼 我不是什麼 來把自己 界定出來 那 那個 那個 那個衝突 現在回想起來 其實 可能是很大的 能源的浪費 就並不需要 我覺得我母親 比較擔憂我這麼多事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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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導主任 也不必那麼急的 要糾正我這麼多 我東西 那 也許他們是對的啦 後來我也是很幸運的 畢竟還是 最後還是走在一個很安全的路上 跟我在初中同時 一起成長的朋友 那就有很多人完全不適 我 我曾經 寫過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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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長的文章 這個 這個講我 初中時候 大棒球的故事 那 當年跟我一起 打棒球的人 現在 活著的人 已經不到一半了 那個 那個 坐牢啊 或者是其他的 那個 的 情況 很慘的情況 都很多 因為 在那個時代 打球是一個 是體力的活動 所以 幾乎跟讀書是抵觸 所以如果你 你沒有讀書 然後你只會打球 那你上了 你可能上不了高中了 你可能就再也回不到讀書 這條路 以前那個讀書的路也很窄 那 你一旦沒有讀書 那你又沒有別的技能 那你在一個鄉下的中學的球隊 你在學校裡看起來很厲害 走出去 走出去 就打球這件事 你也離厲害的人很遠 但是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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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那個球隊出來打球 不要說 不要說我那個球隊 後來 我們那個 南投線那個球隊 在台灣打球 也很少有機會 可以打了一場 任何的 那個 那個中商音樂園 也是很弱的球隊 所以我們在那裡 花了青春最重要的時間 在一件未來完全沒有報酬的市場 所以大家這些想 後來你應該覺得 都很慘 當然 要不很大的一個比例的人 都跑去做那個時代的語言 對他去做卡車司機的體力活 那卡車司機 60年代70年代 是一個很不健康的職業 因為他要趕路 不明不休的 現在有一立一休 當時也沒有 所以他可能一天 這個車子從南部開到台北 卸了貨之後再開回去 開回去再開來 所以他們要用各式各樣的提神的藥物 例如說康貝特 喝了在上面 那 一點點不小心 車禍就讓他們 受傷死 或者 在彈子房裡跟人家 吵架打架 一場邪鬥 有朋友 失去生命 有可能他們做一些 大家起哄 然後搶來人家去幹活 他們後來就去坐牢了 坐牢了 然後再出來 更回不到社會的其他的正常工作 他們就 又在牢裡頭 有彼此身造過之後 一出來就變得更厲害的 更糟的社會的一種存在 所以 這樣的生活 很難讓他維持健康更平衡 所以 找邀的人那麼多 按照比例 如果是我用讀書的同班同學來看 到我這個年紀當然一定有一些折損 不過那是某一個比例 因為疾病 因為病患 可是我用球隊來看 那個折損力超過半度 所以 顯然這個族群 跟正常的 Severing是不一樣 因為那是一條更艱難的路 那我很欣慰的 我雖然是這樣的 這樣的出身 跟這些一起打架打球的朋友一起成長 但我沒有變成那樣的路 我變成是替他們把所有的書都讀了的那個人 這是我教練跟我說的話 我又幫劉教練說 你會讀書 你幫我們大家都把書 我們大家該讀的書 你一個人就讀了就算了 那 我就真的做了這個事 我就幫我們整個幫劉隊的人 把這個書讀了 成為我們當中的唯一的 一個後來有讀書的人 那個攀額的代價顯然 是損傷很大 因為多數人有折承 那 是 我說 在我那個時代 社會上假想的出路是更狹窄的 我如果跟我的父親說 我要去學服裝設計 我不能想像我的父母要 當場就會把我打死 絕對不會說我那個你設計口罩 我來帶 所以我 是 這個 這個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我 我聰明 所以我叛逆 是因為我叛逆 所以我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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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途 艱困 就是 就是 這個旅途比較複雜 受到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折磨特別的 多 那 多數的時候 我是會折承的 那我如果運氣很好 也會折承的 我就 我就會變成一個 會很多種事的人 這個是我現在目前 我得到的一個心願 是 我不想其實 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的 因為我父母從小 就是對我教育的方法 就是 我只要講一些其他怪論 那他們就說 這個你行你來 那所以其實我從小就是 被要求說 這個 我不管想出怎麼樣子的 就是奇怪的做法 好比像說 一個禮拜只有三天到學校 兩天到學校 什麼之類 那其實他們唯一要我講的就是 給得出一個交代 講出一個道理 為什麼這樣比較好 那所以他們不會去想出一個講法 幫我去跟老師 幫我去跟校長講 而是說 他會一直好像 我們在寫很多這個 線上文件的時候 會有很多紅色的虛線 有沒有就是你拼錯字啊 或者文法不對啊 或者等等啊 他們會不斷做這種類似拼字檢查的這種工作 讓我了解到說 原來我看起來很有道理的東西 是對我自己有道理 對大部分的人來講都沒有道理 那所以 他們在這樣子拼字檢查很久很久以後 到我大概十三四歲左右 那當時呢 就是我當時是鼓足了勇氣 然後去跟我們北正國中的校長 都會評校長 那拿著這個 我跟線上的很多研究者 以沒有往返 因為他們都不知道我才十四歲嘛 誤認為我是某個其他的研究者 所以我們就一起開始做研究 然後就是準備好一大套講法 想要說服我們校長 然後呢我還有做很多的演練 想說他如果用這個角度質疑我 我要怎麼樣回答 他用那個角度質疑我 我要怎麼樣回答等等 那但是呢殊不知說 就是我實際去跟校長面談的時候 我只是跟他先講我破題的部分 就是說我覺得我在網路上已經達到 校長當時對我的期望 就是能夠去跟我喜歡的研究者 一起做出學校演教 那我覺得說我可以跳過高中啊 大學啊研究所啊 博士後啊等等的這個長達十年的時間 等於網路嘛 把我本來覺得我很孤獨的這個情況 一下就破解了 因為就算有感興趣的事情 萬分之一的人才感興趣 那全台灣也有兩千三百個人在網路上面等你啊 全世界更多的人在網路上等你 所以這是我們現在叫做網路社群嘛 那當時在94年的時候 這還是一個比較新的一個概念 所以當我95年理解到網路社群 經營了網路社群 而且去說服我校長的時候 因為在家裡我已經反覆地跟我父母 已經就是已經對過不知道多少次 我腦裡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決策數 想說這個校長提出這個我就要怎麼回答 那在校長聽的時候想了那麼一分鐘 然後就說好啊 那你明天就不用去學校了吧 那讀學那邊我就幫你瞞著了 然後最近參加親子天下活動 還碰到當時的教育局長 他說你的狀況我知道啊 但是當時我也沒有派讀學去 等於在一個公務員都自願都宰不食的這樣一個情況下 追溯期過了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是在大家的保佑之下 所以其實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對於叛逆這個字就有一個很不同的想法 我會覺得說在公務體系裡面充滿著有創新能量的人 他們缺的是可能一個pilot 一個先導的一個案例 你給他這個案例的話 他的那個創新的能量其實遠遠不絕 絕對比外面看起來的要來得多 所以像現在我會說我是公僕的公僕啊等等 我覺得很大一部分就是受當時的那個校長的反應來啟發 但是如果那個校長會跟我說啊 你沒出席啊 可能沒有辦法這個出社會啊什麼之類 雖然我也想了很多套的講法 但是到最後權力還是在他手上嗎 他如果不願意登載不食的話 那就會有剛才珍娜時所講的 所有的後面的這些不利益啊就會發生了 所以我還是非常感謝都會平向著 好那個兩位都有非常豐富的旅行經驗喔 那這個嗜好呢 有怎麼樣的具體改變了就是兩位的生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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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ain 我說我並不是真的有很多的旅行經驗 我必須真的會旅行的人 我去的地方是有限的 但是我覺得… 呃…旅行對我來說啊 呃…在我…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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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小時候 開始…對知識感到好奇的時候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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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跟我的家鄉不一樣的遠方 它的確就是有一種…有一種…有種…號召力的 那…呃…就是…我…我可能不只一次說過這個故事 就是說…呃…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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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在…我在…我在小學的時候 因為…我們…我們…山下…突然間…跑出了一個…一個… 一個小圖書館 只是用了…一個…一個陣場 用了我們的…公寺的民眾服務社 呃…呃…成立了一個…小圖書館 大概有…那個…那個…六個三尺… 书架…的…這個…這個…這個쉽, 啊… 這個小說叫《故里人歸》 小說當然不知道是什麼 今天我讓你知道 它是湯摩斯哈代的小說 《Return of the Native》 這裡面因為它講的是一個農村的故事 有一個人叫Raskin 叫做紅皮 紅皮人全身是紅色 這個人全身是紅色的原因是 因為它是在英國的鄉間賣鹽料的人 賣鹽料是賣養羊的人 農夫需要買一點鹽料 來把他的羊染上一點顏色 染三個點染兩個點 來跟隔壁的羊群有別 因為羊出去吃草走走走走到隔壁去了 跟別人羊混在一起 你怎麼能說這羊是我的呢 所以每個人都需要有一點可以做記號的東西 這顏料不容易洗掉的顏料去染在那個羊上面做一個記號 那這一個紅皮人 他就是一個帶著顏料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去賣這個顏料的人 他說描寫的明明是一個農村 我所在的也是一個農村 他講到那種石南樹蟲 那種藻蟲 藻蟲的地方 那他的農夫 他的農作 他們養羊 跟我的家鄉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家鄉是水稻田 是池塘 池塘在有扶貧 有鴨子 然後火雞 我的同樣一個農村 那一個 那一個 英國的農村 跟我的農村 是很不一樣的 然後過了很多久 我又有機會 讀這個 我姐姐從外地帶回來的佛爾摩斯 我說這個佛爾摩斯 當時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不過現在回想起來 他應該是 馮小青的藝本 因為裡面都是上海話 裡面講說是說 我親愛的花生啊 我千萬不要把這個 不容易發生的事體 想成不可能的事體 那 這是一個非常迷人的小說 對我來說 裡面還有一個世界子 我也很嚮往 因為他的名稱跟我們不一樣 因為所有的人叫做密斯托 叫密斯 貨幣也跟我們不一樣 他叫金棒 他叫先令 他叫辯士 每一個都叮噹或響 然後他有瓦斯的路燈 然後晚上點燈 晚上不起步 這是一個城市叫倫敦 我說這些描述 對我那個封閉的 連隔壁的村上都去不了的 那樣的鄉下小孩 我每天在車站 看著那個站民都很羨慕 有到園林 有到彰化 有到台中 我都去不了的 那些地名每一個都是好照 都是說 有一天我如果有錢 我要去哪裡 還有一個最偉大的地名叫台北 非常遙遠的地方 更不要說還有一種外星的城市 像香港這種名字 那都是外星的城市 非常遙遠 所以因為這個緣故 等到我有各種機會的時候 那個想要擺脫自己的 出身環境的局限 我的經驗的局限 我的家鄉的局限 所以想去知道其他人如何生活 想去知道 我在書上看到的那個另外世界 是什麼模樣 我其實是有很強的動機的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我跟我 我的哥哥只大我一歲 我們只差了369天 那我這個哥哥是一個 是一個愛畫畫的小畫家 我們兩個對藝術感興趣 我們會討論 譬如說會討論 這是後來一點 到初中的時候 我們會討論 那時候台灣的新樂畫派的理論 會提到 譬如說會談劉國松的理論 劉國松那時候那個時代 60年代末他在講說 隔中鋒的命 就是毛筆那個中鋒 如果把那個中鋒一去掉 整個國畫那個計法全部都變了 那我們讀西洋美術史 我在想我們當時多可憐 我們用的是文心重刊 到初版之後 文心被鼎站完以後 這些書流到底下 被改印成勃勃小小的 一本一本書 叫五元重書 兩本書五塊錢 那有一本西洋艺术史被拆成四冊 每一欄五塊錢 裡面都是黑白的蛋白板 我跟我哥哥兩個可以用這黑白的蛋白板 討論篩商的話 討論好幾天 黑白 而且是蛋白板 印刷的程式是很弱的 這麼多的shades 我們怎麼能知道 那我說 這是 這是好奇 帶給你的力量 你真的就能穿透 這麼困乏的印刷 後來當我比較大一點 我就看到彩色的輸入 我就看到真正的曬上的花的那樣的顏色 那可是這個東西 就一直在你心中 所以我第一次有機會 這個出國是1982年 我在 我在放射工作被放射老闆 派去紐約開會 所以在開會的中午吃飯的時間 我就駕了一個計程車 搭到那個大陸貴美術館 然後走進去 走走走走一直走到賽上的花面前 然後 熱淚盈眶 因為 就是 你從鄉下的小孩 用黑白的書想要理解 賽上 如今你站在那真話的面前 那是 非常激動 所以 我覺得 不是 旅行改變了我什麼 是 我的求知跟我的願意 使我飛去旅行 不可 因為 那個旅行的 種子 三十幾天 四十幾天 就已經脫下來了 我應該有一天 要去 去確定我所 我讀到的事 我所知道的事 是我真如想像一樣 所以 旅行 或許有驗證 或許有發現 也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在解釋自己的來歷 所以 後來當作這個旅行 我在想我如果會設計一條路線走這裡走那裡 那一定也都是跟我已經讀到的東西有關 或者我不會知道我想去這裡想去那裡 我不會有一個地點 是我 我不知道我就去了 那也有 人家都是 出差被派去的 不然的話 每一個旅行裡面都隱藏著 你過去的某一種 閱讀內心被攪動的那裡 那 我只是要那個世界 意思是 你想像的世界 要跟真實的世界 面對那樣 對這一次 這樣嗎 謝謝 謝謝 可能沒點了 那 因為我 其實看小說 看得比較雜 而且裡面 科幻奇幻的部分比較多 所以我很羨慕詹大使 他真的可以去一個地方 驗證書裡面的東西 因為我們看的大部分 像說有多少個太陽的那種 星座大概是這樣 VR裡面可以驗證的 那 我自己 比較有經驗的 大概是 就是複刻版 複刻版那本書 我看到很久 可能也是因為當時 就是 掃學之後 花很多時間在看符號學 全身學這些東西 那 我們都知道 比如Echo 在看小說裡面 有非常多 就是縫進去的一些 一些符章嘛 那所以當時花了很多時間看 那看了之後 當然就對 就是那個場景啊 在那裡有非常非常多的想像 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後來就是 花了很多時間 我在巴黎的時候 基本上我在歐洲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都是用巴黎當作開示篇 而且呢 我訂旅館的時候 都訂那個 就是 工藝與博物館 旁邊的旅館 那每一次去巴黎一定訂那邊 那甚至有一陣子到了說 就是2015到2016年 十二個月 就是我入個前的十二個月裡面 我有七個月 是至少有住在那邊 一個禮拜的 那從那個當作 Face去看各種各樣的地方 包括去 就是 可能喬埃斯他們那邊 就是附近的一些國家之類 就是有一些巡禮的部分 但是 確實就是讓我能夠覺得說 我好像隨時都能夠回到我之前 可能十四五歲的那個片刻 那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走進工藝博物館 然後走到地下室 然後看一個單板在那邊 白來白去 然後腦裡就這個 好像重現 當時的那個情景 但這個其實很有意思 因為 福克板它並不是一個 就是 別無分號的東西 你在很多地方 都可以看得到 他們調個福克板 事實上這個在 VR裡面寫的程度 應該是最容易的成績之一 但是在那樣子的一個所在 那包含就是它的 整個關於地下水道 這個出來還看得到 自由女神像 等比例的 然後不是後來放它 等等的這些部分 其實確實讓人覺得 好像走進書裡面 但是可能因為 我最有感覺的書 福克板已經算是 有現實世界對應裡面 最有感覺的書了 所有其他的 大概在顯示世界裡面 都沒有對應 對 所以可能未來就是 要靠這個什麼 去火星之類的 兩位都非常熱愛閱讀 那有沒有可能 就是提供書單給 就是年輕人們 就是讓他們想要 就是探索自己 或是認識世界 當然我也很樂意 只是說 只是這樣子的請求 其實是不好想的 因為人可以讀的 值得選的書實在是 太多了 我也不只是在 好的書裡面得到益處 我在很壞的書裡面 也得到很多好處 學到很多了 至少要學到 不應該這樣寫書 開卷是否有義 我不是很確定 不過開卷有德 這是很可能的 你總是可以得到 一種理解 對話的機會 有的學者會 會覺得他們的 閱讀的疑解 或者他們 很有教育的熱忱 他們很喜歡 開卷 比如說 比如說 胡適之先生 會開 最低限度的 國學基本書目 看那個書單 梁啟昌看了 非常不服氣 覺得這個書單 並不能代表 中國的判斷文化 所以他認為一個人 如果要在中華文化裡面 作為一個基本的理解人 他應該要有什麼樣的形態 他就覺得他應該太有形態 讓他開的書單當然更可怕 今天對我們現代人來講 那個書單其實是很難銷售 花很多太多了 那 西方一樣有的美好 就是 就是 這個 我小時候看過很多這種 激勵大家要讀的書 比如說 當時彭歌藝的書 可能就能夠把書 改變世界的書 那個是 在我小時候是個唱校書 後來 後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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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有100本的書 當年在台灣 當時是 李英修 李永志老師 翻譯 他翻譯來的時候 因為裡面 只要涉及到社會主義的書 當時是不能 不能 不能 列出來 譬如說 資本了你就不能把它寫出來 所以 實際上我小時候讀的那個 智文現場文庫的一生的讀書計畫 裡面只有87本書 所以其實也是 13本書是被刪掉的 他也有一個書單 那個講的是 Wishest Ideas 西方人為觀點的那個書 那對書單這件事呢 我覺得 最有意思的其實是 錢穆先生的說法 錢穆先生說 他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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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意也不太贊成 會 別人開一個 一個 標準化的書單 他說 他說讀書有萬千法門 他說 從路之道未可一致 每個人性情不同 所以每個人 會走進去的那個路 都不一樣 所以怎麼可能有一個書單 大家都沒用 他的看法說 應該是一個一個 他的學生 一個一個 根據他的性情 根據他的數據 一個一個開 這是比較合理的 一個共用的書單 這件事是不好做的 那 我的情況比錢穆先生更糟 他是不願意開書單 我是開不出來 我這個 非常多的念頭 就是 這個念頭會讓我開出這樣的書單 那個念頭會讓我開出這樣的書單 而這個念頭瞬間萬變 所以 就是說 如果我開書單 不是只有書單 結果我過去也說過這個話 我在編那個年度小說選的時候 我其實都有一個感覺 我如果覺得我應該用這個想法來想 那我可能會跳出這個 十篇小說來做 驚人 那我如果有另外一個念頭 我如果要注重什麼 我可能會開出另外的十篇小說來 而這些每個念頭其實都一樣好 彼此會打仗 彼此交鋒 彼此爭吵 所以我唯一能做的事是說 到這裡為止吧 別再想了 就是 那 我現在就把它開出來 站頭 我就不要再看它 這樣我才做不到 我可以把一個書目 我把一個文選 做出來 那 我後來 如果有學生跟我講說 你可不可以 老師可不可以開個書單給我 我就說 我可以開給你 我最近兩個人有個書 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都值得 都可以看 我覺得 這個 不要相信 規則 不要相信順序 最後都會到達 哪裡開始都沒關係 並沒有一定說 先讀什麼再讀什麼 或者說這些書 那些書更重要 我覺得很難說出這個話來 因為 因為 能夠讓跟你 跟你的 某種 某種狀態 某種心靈 相契合 或者更有刺激 有啟發的東西 就是 那麼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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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piration inspiration inspiring 我是覺得那些書 都是 對我都是 功德無量的書 所以 沒有問題 我都會需要我開個書單 給570我就開個 500的 五百分之一的 可能沒有 沒有五百分 五百的話 百分之一 那 因為剛好 就是最近 日本有出版社 應該下個禮拜 就會出我的傳奇 不是我寫的 那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 副錄是希望我講 對我影響最深的書 那我馬上就想到說 各位如果有用 iPhone 或者有用 iPad 或者是 MacBook的話 那蘋果的作業系統裡面 確實有一本書 是我花了很多個月 去把它電子化的 它叫做 無難活用國語詞典 那這個我花了 非常多力氣在上面 那我也覺得 不管是 各位對什麼有興趣 無難活用國語詞典都不錯 那當然就算 就是不是用蘋果的 那其實也可以用 我們教育部的 重編國語詞典修訂本 這本我也花了很多的力氣 它是盟點這個計劃 的一個主幹 那除了這兩本之外 當然台語也有常用詞 詞典 客家話也有常用詞 那我剛剛那個重編 有一本簡編本 那所以如果想要知道 好比像說 在PRC那邊簡體字怎麼講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 兩岸詞典 是中華文化總會提供的 那我們同樣盟點的技術 也被阿美語的詞典 變成有三個不同的來源 阿美族語的盟點 那所以大概用盟點去找的話 大概就可以找到 至少五本詞典 這樣應該可以算五本 我們這邊提問的最後一題 就是當前AI人工智慧盛行 那年輕人 要如何用自己的智慧 自己的大腦 如何看見自己的未來 這個話 先答 其實我對於AI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你不想花腦子的 你就交給AI去做 你覺得有興趣 有好奇心 跟人互動 覺得做起來很有意思的 那就自己去做 那好比像說像你開長途的大火車 這樣子的事情 那就非常適合交給AI 那我們現在這個無人在居的 創新實驗條例 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存在的 但是如果 好 但是如果是好比像說 我常舉一個例子 就是洗衣機的例子 就是說 現在有很多很有智慧的洗衣機 你可以什麼 就是洗脫空什麼 它要用怎麼樣最小的水量 最小的洗劫機什麼 它都用AI的方式 輔助式的幫你計算出來 但是你不會說你買一台洗衣機 它反過來告訴你說 你身上穿的這個 已經穿了這個兩天了 它不准你穿出門 必須要交給它洗 你就說 它無論如何是一個助手的教室 它的價值是 符映於你的價值的 而且它的價值跟你的價值 有衝突的時候 它得給得出交代 也就是說 Value alignment accountability 就是價值要相符合 而且要給得出交代 這兩個 我想是絕對不要放鬆的 因為如果放鬆的話 很容易就變成 不是它是你的一個延伸 而變成你是它的一個延伸了 好比上說 為什麼我絕對 在這個iPad上 它明明有觸控式的螢幕 但是我要把它 假裝是一個沒有觸控能力的 壞掉的一個螢幕 大家可以看到 我一直都是用筆 在這邊操作 或者是鍵盤在這邊操作 就是因為 我如果一直滑一直滑 我就會開始覺得說 好像是一個幻知 就是 拔掉的時候 我會覺得痛苦 而且好像呢 它給我什麼應付 好像我非接受不可 那這樣的話 當然就會產生 成癮的這個情況 但是呢 因為我隔著一支筆 隔著一個鍵盤等等 所以呢 我是我 它是它 所以這個時候 它的這個輔助性 就可以膚淺 所以我很簡單的想法 就是說 assistive intelligence 非常好 但是不要變成好像 你背它自動化 來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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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然希望有 我當然希望有 但我說 AI會在一段時間內會變成我們的挑戰 會變成我們的困難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辨別 有靈魂的小說跟沒有靈魂的小說 有性能的小說跟沒有性能小說 那真的可以從字面上可辨識嗎 那AI做的事還不只是純粹的知性的事 他也有可能可以做 不是還可以做別的事 我可以舉這樣的意思 我們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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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民進的一個有一個有一個新創團隊 他做了一個做了一個 物聯網的咖啡機出來 這個葉劍漢做了一個咖啡機 這個咖啡機 模擬了世界上知名的這些 這些沖咖啡的人的手法 因為一個沖咖啡的大師 他的手法無非就是他的水的流量 速度 時間的把握 他把這東西記錄下來 把它放到這個機器裡 那你把咖啡機放上去 他用 Sensor 讀那個八口 知道這是誰的咖啡 他就用那個人的手法 把咖啡 衝出來 這個咖啡機是可以無限擴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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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每天都可以去記錄另外一個人 通過網路 通過網路 就直接 這個 這個 再 再丟到你的機器人來 所以理論上這一部機器 可以 可以學習 全世界任何人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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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咖啡的方法 只要你能夠Capture它 它就可以送達 送達 我把這個機器拿回家用 也是 也是很有意思 不過 因為我就 我覺得沒有情感的 互動 對我來說 咖啡機是 很負情感 它幾乎就是我的寵物 因為我生活裡面 我早上起來 這個 天還是黑的 房間是 整個屋子是沒有 沒有人的 外面也沒有活動 那 我睡也輕鬆 我第一件事 要去 住一個咖啡的方法 所以我跟那個咖啡的機器 是 招募相似 它是我 我 醒來在這個世界上的第一個人界 就是說 它幾乎就是我 把我招魂來的機器 我跟這個咖啡機 關係這麼密切 可是 可是沒有感情流動 很奇怪嗎 我說我 我跟我家的貓有感情 我說我跟家人 親人跟朋友 都有互動 為什麼我跟我的咖啡機 沒有活動 我都不希望我的咖啡機 在我起來的時候 我才會突然說 早啊 你今天比昨天早了兩分鐘 後來也不用 它不必說這麼準確的語言 這麼準確的語言 對我也不需要 因為它只要 因為水突然間 咕嚕咕嚕咕嚕 我就知道它知道我來了 這沒有很困難 就是說 它只要一個 一個Sensor 跟幾個 那我 我如果可以用 用英雄的方式 跟他說 我今天 想喝水的咖啡 它可以把 那個人的手法 放進來 我說我 我更希望 我的咖啡機 跟我之間是一個 愛撥狗的關係 那樣 而不是 而不是 這個人 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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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有情感的 那 我們說 目前為止 AI的 能力 看起來是 都可能的 但是 世界上的 投入者 投入到 AI相關的 生產跟設計的人 他們偏向於 讓他去處理 一個Task 處理一個 一個動作 一個工作 而並沒有要他去處理 一個感情 所以 我說 AI可能還有很多事要 要發生 我 我 我寄望的 咖啡機是像雲端輕人 那樣的關係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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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件事 我對這個世界 既好奇又恐懼 覺得它的 它的 它的能量的可能性 是太大的 那個 亞洲最佳咖啡館 新破咖啡的 那個 吳澤林有沒有什麼要回應 展現的咖啡機器 好 我那個機器也有你的手法 其實剛才討論到這件事情 我們身為咖啡師開咖啡館 就是一天到晚都會遇到 包括我 除了面對客人之外 我在教育我底下咖啡師 那 嗯 早期我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我在店裡面 其實用了蠻多 半自動化的器材 因為我自己會去區分說 我煮咖啡的 這一連串的過程當中 有哪些事情是 我開店的時候 我只是要穩定它 那哪些東西 我是需要去變化它的 那變化的話 就是我覺得 這就是咖啡師的一個 其中一個價值所在 比如說我們剛才有談到 那個自動的咖啡機 它可以記錄我們的手法 但是它其實還有很多 東西是記錄不到的 比如說 就是詹先生家裡的水 跟我們咖啡店的水 可能不一樣 那咖啡豆本身也會變化 所以這些東西也是不同的 那平常我們在面對面 跟客人溝通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你的喜好是什麼 我今天的咖啡的狀況是怎樣 所以我們可以因應去調整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情感的連結 那也是一些價值的體現 那這些東西我覺得 未來也許AI辦得到 但目前還不行 那只是說 我們就保留這樣的可能性 但是我們也會了解說 我們目前跟機器比起來 我們的價值在哪 那我們就可以盡可能把 我們的心力都投入在這上面 那把多餘的 就是我們認為只要穩定的東西 交給機器來 讓我們做到的事情就會越來越多 謝謝新郭咖啡 謝謝詹先生 謝謝唐鳳正偉 然後今天真的是一個很難得的場合 所以今天想要開放 現場觀眾的QA時段 好 李洋老師有問題請教 這個問題我太好奇了 所以我一定要問 那洪志我會有機會跟他談話 所以我們會一起吃飯 所以我要問唐鳳 我基本上是一個神秘主義者 比如說我相信那些靈異 相信我跟那個 不管是剛剛一直講的 詹洪志的星空 或者是什麼 我覺得我是跟他有一個呼應 而且是來自這一種 講誇張一點 什麼磊式的 或者是前世今生的 或者是根子在我的DNA裡面的 這樣的一個呼應 那我很好奇 因為我們都知道 艾恩斯坦到老了的時候 他也好像回歸一個根 這樣的一個宇宙 或者什麼有這樣的回應 我不知道在年輕的時候的唐鳳 做一個這樣的數位 OK我對這個完全不懂的 這樣的一個東西 我不曉得你怎麼來看待 這個世界有的 我說的那個神秘的 或者我說的 那一個不可知的那種宇宙的 基本上像一個活生生的 像神是一個真實存在的 而不是只是一個大型的電腦的 這樣的東西 我不曉得唐鳳在現在的這個階段 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好從頭到尾只有這個可以用 那非常高興有聽到這樣的問題 我自己是非常相信信仰的力量 如果有人問我信仰什麼 我就都說我相信信仰本身 就是說有信仰就有力量 但是我沒有特別要相信什麼 所以意思就是說 好比像說 有時候我們覺得說 我們的轉世 可能就是我們彼此吧 就是在場的所有人 都是彼此的轉世 也這樣子一種信仰也是有力量 也就是說 如果沒有任何鮮豔的 就是我們好像非相信不可 什麼日子才能過下去的話 那其實我們也沒有辦法 就是像剛剛講的 就是看到星星 然後然後裡冒出 然後起星分 冒出其他的感受 所以光是看著星空有感受 這件事本身就是神秘的 那不管用什麼方式去 述說他去解釋他等等 我覺得只要全心的去相信 那那個信仰我就是相信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現場還有沒有觀眾 有問題想要詢問詹先生 或者是唐鋒正偉的 有的話可以舉個手讓我知道嗎 好 那暫時沒有觀眾舉手 因為今天其實來了一些 500集創開戶上的前輩好友 然後其中有幾位 準備了一些問題想要請教兩位講者 然後所以我來cue一下他們 首先我想要邀請文化能量色經驗的 吳清芳院長 然後發問 謝謝兩位異端人士 就是給我們社會很多的啟發 對我們這些麻花也有幫助 然後其實有兩個問題 我盡量把它揉成一個問題 那這問題其實基本上還是 關於兩位的思考決策 以及實踐的一個途徑的一個問題 那因為身為一個 我是蠻相信的確是 我覺得詹先生剛才是 我剛才講得非常對 就是說所有的中心 我現在可能用system來取代這件事情 是從邊緣啟動的 那身為異端的話 他其實最大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孤獨 那我很想請教兩位就是說 第一個怎麼面對自己的孤獨 然後因為很多時候的辯證過程 並沒有對錯 所以其實問的就是 你們跟自己對話的方式 然後我希望你們不要說 你是找網路然後你是讀書 這樣子 就是可能是自己 跟自己的對話方式 然後 然後那個 那個因為他 難免會有自我懷疑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什麼 人生中有沒有自我懷疑 他怎麼克服這件事情 然後得到 你覺得可以做的這件事情 然後當然就是回到 其實我個人也很好奇 這個關於中心或system這件事情 因為我人生到這個階段 讓我自己也很好奇 就是 無論你是 work with or against or within the system 這system到底是什麼 尤其我們現在是民主國家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無人是真正的無辜 我們跟那個 與二的距離 其實都很難去界定這件事情 所以 我自己很好奇這個system 就是說 當我們在破壞的時候 我們也同時要建立 那建立的時候 如何去保持這個警覺 那這警覺 是不是最後還是變得 要再等待另外一個 異端再點來打破 就是這個社會的一個循環 那就是 我盡量把兩個問題 就是可能也是請教兩位 就是你們自己怎麼思考這些 謝謝 其實 我比較不會有那種 就是您剛剛講到的 好像我一個人在很邊緣的地方 很孤獨的那種感覺 那 真的要講為什麼 可能是就是因為 很不幸的 就是還是要用網際網路來回答 就是 我在12歲已經或許有過那種感覺 在12歲接觸到網際網路之後 我就發現說 在上面我的這些貢獻 可能才是真的 現在這個形體 可能就是隨便 因為反正明天不一定醒得來 就是我從小一個感受 所以 因為有這樣子一個反轉 所以常常覺得說 我認知是統一的就是identity 都是在這個ciber space 就是在數位的空間裡面去找 那我現在呢 只是我一天想要創作什麼 我就貢獻到那個 比較很久的那個東西裡去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按照定義 每個人都是在cutting edge 每個人都是在邊緣 因為每個人能夠 貢獻進去的角度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感覺就很像什麼 就是說 你在蓋一個像金字塔那樣的工程 那但是 你知道說你的前輩 也看不到它蓋完 你自己也看不到它蓋完 那它有一天會蓋完 蓋完的時候 想必會很不錯吧 但是其實你自己 在金字塔裡面 可能就是一個 好像發語詞一樣的 就是它事實上 不會對應到哪一塊磚頭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可能因為有這種感覺 所以我就覺得孤獨 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嗎 所以就比較沒有相處的一個問題 那但是當然就是說 既然都講到金字塔了 金字塔其實是 就是人類在有網路以前 能夠大規模組織人 做的工程差不多就這麼多了 因為再超過的話 大部分的組織或管理學方法 都不太適用 那但是當然現在呢 我們有各種各樣的方式 把人組織起來 所以我們的系統 就不會只是這種 有上而下 好像什麼法老 什麼叫什麼 一和田還是誰 拿個鞭子 那種系統 而是說大家可以自發的快閃 那25萬人佔領 50萬人佔領 等等 也可以有這種 比較橫向的 這些系統的出現 那我一直是很覺得 那個Buckminster Fuller 有句話講得很好 那就是說 如果你對舊的這套系統 有什麼想要打過 想要衝擊 想要抗爭等等 可能就不要花力氣 那像剛剛講的可能是一個 浪費能量的一個行動 而是說你做一個新的 那這個新的呢 它雖然看起來是 橫向的 看起來是出神高 萌芽的等等 但是呢 經驗過它的人 會覺得 舊的呢 就是說 它是好像 就是公在那兒 它已經過時了 那只要能夠有這種 轉換性的感受 那這樣子 我們一感受到的人 就會發現說 舊的過時了 我們一切還維持在這邊 但是我們慢慢慢慢的 把它裡面的 每一個做法 每一個能夠 讓我們去了解的這些 界面 都用這些新的系統來做 但您剛剛講 是不是有點像這個 就是 在學習福斯 推石頭那樣子 就是到這個系統 這個自成體系了 又會再冒出人來 然後去說 那我又把它 再分支到新的方面 我覺得本來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 做這些系統 因為對我來講 這些系統 它雖然是好像 規制著我們的社會 但對我來講 它只是我認識 其他人的藉口而已 所以我並沒有 對哪一個系統 有什麼執著 有一個新的系統來 更好更有趣 那我就加入 那樣子的系統 大概這樣回答 因為這個實在是一個 實在是一個 很 很哲學性的問題 我 雖然我很不願意承認 不過我應該要承認 但是我孤獨的確是我人生的基調 我還是要求知 我不能說讀書 因為知識而來 並不一定是從讀書來的 當你一開始有一個困惑 你跟那個 理解在活動的時候 可能就是一本書 因為那個書 超越你的經驗 你在跟他活動的時候 然後看著看著 有一天 突然就懂 我不知道是怎麼 從不懂到懂 那個跨越是怎麼要產生的 我到今天為止 就不知道 但你就知道你懂 那懂那一刻 它既是超越 又是斷裂 超越的意思是 超越你原來的事情 斷裂你跟原來的事情 也就割開了 那這個斷裂同時間 也跟你原來的那個 你的旁邊 也都割開了 你的同學 你的朋友 你的老師 你的父母 其實 我已經知道 有些事 我是不能跟他們講的 我就想說 算了吧 別跟你的老師講 他們不會懂的 別跟你的爸媽媽講 因為他們 大人不會懂的 那 這件事就變成 就變成 激調了 如果你一輩子 一直在 在追求理解的東西 是 你就一直有這個東西 你就一直會斷裂 可是我又是一個工作者 所以我也是個老江湖 最後 我也必須找到一個 事故跟世俗的方法 包括像今天這樣講的 對不對 我必須有辦法講一個話 我覺得 別人可以聽懂 那 我當然有一部分事是說 別說冷靜 他不會懂 我也有那一部分 但這個沒有辦法 這就是每個地方 我猜想 可能各位也都有了 那就是你 你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 那一部分 所以我要說 孤獨它 在一個 追求理解的過程 除非我們覺得理解不要緊 我們不想理解 在追求理解的過程 它 永遠是你的 一部分 而且甚至可能是你的力量的來源 所以你也只好想辦法跟它好好相處 因為它是你的 因為當你有一個超越的理解的時候 那裡面同時有孤獨 同時有狂喜 兩個都有 那 如果再把這個姿勢拿來跟我們和體制 體系的關係 我以前很愛舉這個 安德雷記得的浪子回家 來做一個比喻 就是 那一個出去流浪的那個小孩 後來回家了 那 因為回家了 好像出去這件事好像是錯的 但是我們回來想 他不可能是錯的對不對 因為 同樣都回到家 他回到家 跟那個沒出去過的那個哥哥在那個家裡 他們知道的世界是不一樣的 他不會停在那裡 那個回家的 在記得的故事片 他巧妙的 運用了聖經這個典故 但是他把它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 他說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浪子回到家 父親很高興的 這個 殺羊 念客 那他的哥哥很開心 因為 他在家 做了一切的工作 照顧家裡的田園 父親從來沒有為他摘櫃子養 但是這個浪子 把所有的錢都花光了 他回來 他父親 這個 那麼高興 那 父親解釋說 因為我是失而復得 他用這個來解釋 這個 上帝不會錯過任何一個浪子回頭 可是他故事有趣的這樣是說 他是回到 宴會 他被他疲倦 然後回到 回到房間 他的弟弟來喬 他的弟弟 就要問他說 外面是在怎麼樣 因為他弟弟想要離家住走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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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了一段話 他說 我 本來以為 離開 應該是可以追求自由 但後來發現我不能 因為我必須服侍人 必須服侍人 我覺得 這個話太妙了 我們在體制裡上班的人都知道這個事 就是 你好不容易 掙脫一個公說 好我 鼓住勇氣跟老闆說 我不幹了 我辭職 我走出去 那一個我就自由 那下一步呢 你要去應徵另外一個工作對不對 要不你就創業了 創業就更慘了 你自己建一個監獄 不但 不但 這個關了別人 也關了自己 所以就說 什麼時候是自由的 就是你走出去那一撒那 所以 也就是說 人跟體制的關係 就是一個這樣的辯證關係 你不能停的 你必須一直出走 你才有自由 因為自由是個違分的概念 不是積分的概念 它永遠只有在那個邊緣上內站 才是對的 所以沒有被完成的體制這回事 沒有被改革完了的體制 只有一改再改的體制 你們這樣聽起來知道我是一個左派 但是 不但革命的 就是 你就是要一直動一直動 它才有自由 自由只有在將得未得之計 那個時候是自由 得到了的 失去了的 都不是 這是我對這個題目的想法 謝謝三先生的回答 好 接下來我們要邀請 公共電視 我在市場待了一整天的節目主持人李明聰老師 來 請問他們一個問題 你自己講吧 為什麼我成為變成這樣 開玩笑 其實我想問的問題 剛剛已經相當程度回答 但是也許還可以希望兩位 能夠具體說一下 人生中有沒有這樣的例子 第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接著剛剛 洪志最後講的這個部分 其實要問的是 就是 這是一個 就是 洪志大哥有沒有 人生曾經有過卡夫卡的困局 也就是有一天你醒來 發現自己變成一個大蟲 假設我們在在座有人 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一個大蟲 然後他就想到說 可是 上次在洪志的演講告訴我 我要肯定自己是一個異類 我是怪物也沒有關係 但是 他走出房間 他就發現 不只這個社會排除他 連他的 爸爸 媽媽 妹妹 可能都害怕他 一開始要幫助他 但最後故事的結局 竟然是 他死了 讓我們所有人都送我一口氣 我意思是說 卡夫卡的困局 看似其實有點悲觀 但他卻是一個 當我們在認可 我們作為一個異類 是個怪卡 我們的體內有外星性 的時候 一定要去面對的一個 實際的社會氛圍狀況 我覺得那裡有個靈界 就是說 如果我們可以 我的外星性可以長成一個躺空 他會突破那個人們對你的壓抑的那個靈界 而達到一種 不來你來 但是如果沒有到那個靈界的話 外卡正常以上 別說甜才未達 連怪卡很多都未達 情況之下 他也許只有20%的異類性 這個時候他可能變成怪物 然後變成 社會要去破滅他 是一個打地鼠的環境裡面 一個地鼠一個坑 但是你落出口 你也甚至沒有想到跑出其他地方 你只是落出口 他就被打下去 所以我的第一個問題是想問 洪志大哥 人生有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困局 最要實際的 那如何去面對跟處理 第二個問題就是想問鄭偉 就是你work with government 你有沒有遇過歐維爾難題 意思也就是說 每一次的革命都意味著 他不會完全真正的革命 而是部分的革命 但是 所有沒有被革命掉的那個東西 會以革命的言 或者以革命的姿態 展現沒有被革命的那個部分 所以他就會產生一種 那個 讓人覺得 對 是不當革命的 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 他會先 吞噬掉 任何革命的核 就是 我想問鄭偉 有沒有 那樣的人生時刻 在你work with government 或者你 animal formation 有遇過這樣的 OVL難題 那如何 那就是 不被吞噬 不被成為那個 OVL成功龍光裡面那個 被 被封殺的那個 那個 sno go 對 那 也許可以對我們 非常想 所以 卡不卡困居 OVL 謝謝 好 我先看 好 本來一開始我們都是一個陪胎 個性都是一個陪胎 有一天 你不得不以一個怪物的面貌 走出你的方向 那 有時候變成喜劇 像糖果這樣 有時候就 變成 悲劇 像卡卡的變形劍 那樣 我的體驗是兩種都有的 就是 你有時候 這個社會 嫌惡的怪物 因為那個長相 不得沒理解 有時候那個長相 雖然是個怪物 不過比較甜蜜 所以 可以接受 有時候 或者可能另外要用 用你的 失敗者的社會學來解釋 因為 就是說 如果他 在社會裡面 有一個價值體系 他 因緣際會走到 上層 那 那些 那些 怪異 就變成 獨特 所以 如果你 走在 那個社會 結成的下層 那些怪異 就變成 險惡的地質 不是 這個 並不公平 它是一個 處境 那我說 就一個個人 就像我這樣的 因為 我說 因為我 我一輩子都在工作 工作是很難 永遠討喜 因為 你要做成一件事 你要六親不認 你 你 你成功的一面 也就有 殺傷性的一面 你 你 賣很多東西 你就採了很多箱子 對不對 那個都是 不是對照 天代分之十 可以回首 你 你 你有 你有各種 要跟 某一種價值衝突的地方 我不是在所有的時候 這些衝突 都被 都被 當作是 折面 我在有些時候 去面對 非常非常負面的評論 甚至會到了 你要懷疑人生 你 你要問我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 度過那些事 我 我 不是很確定 我其實碰過 碰過 一些事 我後來大部分都是因為場景變換 所以就忘了 而不是因為那個傷痛有解決 我第一次判這個事 我就 我才二十幾歲 我因為寫文章 不小心碰上了 台灣的所謂的 那個這個 這個 鄉土文學論戰的第二段 就是所謂的台灣文學主體性的論戰 就是我說了一個 邊疆文學是四個字 我在兩年之內 台灣有四百萬字罵我的文災 那時候我才 我才二十四歲 我才剛開始寫文章 就是 你看到所有你認識的這些文章的前輩 我就會跳出來罵你 那個 那個狀態其實是 非常非常 就是說 如果我 因為我也沒有心理準備 我並不知道會方這樣子 我回想起來 那是一個值得慶幸的事 是那個論戰起來之後 我仍不在台灣 我在邊緣 我仍在紐約 所以大部分的文章 我在看到的時候 是我回來 所以那些事情過了 我其實是事後看那些文章 還是非常 心裡還是非常痛苦的 就是這些 批評 不是指對意見批評 最後會都變成 人格上的語言 對 道德上的語言 但是 不好受 我是跟那個主義 讓一個人 這個 發瘋或崩潰 但我很幸運 因為我場景不同 因為我仍在紐約 我見到別的事 我看到了另外一個世界 而且我看到 華人的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困境跟苦楚 所以好像這個困境就變得 我覺得對 但它不是 人生唯一重要的事 所以我就 路過了 後來再有這樣的事的時候 就不是一次了 我也有很多次 碰到這種情況 當社會上有一個女人 走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批評起來 有時候 那些事我甚至 做也沒做過 這個 講也沒講過 譬如說 有段時間 台灣一群 民意情人 批評侯孝潔的時候 因為他去拍了一個 國防部的廣告片 叫一切未明天 因為這個案子 不是我談的 如果是我談的 我就會主持他 那侯潔史 他為什麼拍這個廣告片 他也不是認同國防部 他就是因為窮 誰給他錢 他做什麼事 我也沒辦法解釋 因為那個廣告片 就借了我家做場景 你要解釋說 我跟這事沒關係 我真的沒關係 因為我的世界 他要來拍什麼 我也不曉得 只是你朋友說 我要借個景 你不借他媽 這是不對的 像那樣子 我安了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那段時間 可能有一個報紙 可能用了一個禮拜 每天 他們也沒有罵 他回家裡的人都罵我 因為我是那個做生意的人 所以 對這些事 都不好受 那 我後來慢慢的 根據第一次的經驗 我要記得把眼光放到別的地方 我希望我去看一下 不一樣的風景 然後 忘掉那原來風景的苦楚 再回來 就忘了 這是為什麼旅行可以治療的原因 那你必不需要真的身體上去旅行 就你只要心智 離開一陣子 離開你的世界 離開台灣 離開這個這個風暴的事情 一陣子 然後不說話 然後再過半天再回來 這痛好就沒那麼痛 就過去了 好 這麼所有人都會碰到 但是 在座很多人都會碰到 因為 如果你們在社會上 今天享受有任何的成功 你都有這種風險 享受有任何在社會上 被認為的一種成績 一種成就 或者你拿到了文哲院的案子 拿到了什麼 這些東西都隱藏著 將來有人要 Attack你的人格 那個 那個 那時候我沒有學會 唐鳳這個方法說 謠言的 R0值13的時候 你要有一個方法 有另外一種東西用 我來人體教他 下次我會 但是 如果沒有 如果你沒有 沒有學會這個能力 那我會說 你 離開一下 你的靈魂 離開地面一下 你稍稍去別的地方 繞一個圈 再回來 常情轉換 心情更別 那個時候 痛就 只剩下隱隱受痛 其實 一開始我2017年初 提出說 應該要公開 快速結構化 R0值等等 這套理論 那時候是在 新建院會分享 當時並不是像現在 大家覺得 幽默屁腦啊 更圖啊 唐鳳過台灣 這個有什麼意思啊 當時 當時我剛提出這個時候 其實是 有相當多的 應該是自由派的朋友們 甚至寫長篇的文章 說唐鳳應該要 自己起自製嘛 當時那個 什麼周楚出三派什麼鈴 那些論述啊 都出現 因為當時 因為大家並沒有驚艷過這種 就是說 好比像說 去說 這個香港的 抗議的少年示威者 都是收了什麼 這個兩千萬 什麼 才去殺警察 什麼這種 那我當時提出的只是說 應該儘快 最好在兩個小時之內 去調查說 這個謠言的上游是誰 原來北京中央政法委 那我們不應該把它下架 我們應該讓大家 即使就可以看到說 原來這個訊息是 中央政法委 比較贊助 那這是所謂的 事實查核機制嘛 那但是因為以前在台灣 並沒有運作給 這樣子的一套系統 所以呢 在一邊的朋友們就會說 啊 所以唐鳳要成立政力部 應該要趕快下台 那另外一邊的朋友就說 這種東西 怎麼能夠讓他留在社群網路 應該要馬上下架啊 還覺得說 應該public notice 那不是什麼 就是為虎作倡 為肥宣傳嗎 什麼之類的 所以等於是說 兩邊就是比較militant的這邊 跟比較liberal的這邊啊 都不滿意這個解決方案 那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大家沒有體驗過 那所以當時是 確實感覺上好像只是 四面楚谷的那樣子的感覺啊 那不過啊 我有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捷徑 就是戴上平安嘛 戴上了就 到了 到了國際太空站了 國際太空站 舉目絲望都是星星啊 這個 星星啊 這個 所有的這一些 就是幾光年外的東西 感覺上就是 非常的能力 那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我用一個聽覺經驗也好 嗅覺未絕經驗也好 就是 去沖一杯新的 茶 沒有沖咖啡的能力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 我就又有那個力量 回來然後去看 就是這些朋友們批評指教裡面 我可以做 有建設性 有貢獻的 回應的部分 我就每一個都回應 那所以當時其實大家 可以看到我在短短的 可能48小時之內 回了可能四五百人 那每一個人可能用一個不同的角度來 進行挑戰 譬如指教 那我們每一個都好好的去回應 有時候覺得撐不住了 就再躲到VR裡一下 然後再回來 但是當時我就是覺得說 如果沒有把這些講清楚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沒有辦法去維持住 我們一直覺得很重要的就是 行政權不應該把任何東西 從網路上下架的這樣子一個概念 那如果這個沒有辦法維持住 說真的那就是像您講的這個 已經foreclosure 就是說我們看起來好像保衛了民主政體的外殼 但是它的實質其實已經不見了 我們沒有臉說自己是liberal democracy這樣子 所以我想就是確實了就是這個經驗到後來 當然現在大家比較能接受 覺得說偶爾看這個台灣視察和中心的一些影片 一些梗好像蠻有意思的 但是我覺得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我們一同經歷的就是說 好像在這個類似走鋼索的這個感覺裡面 往這邊一步就會變成像以前的那個言論管制的情況 但是往這邊一步呢 就會變成說好像演算法 完全不需要給出任何透明性 甚至連政治獻金 誰花的 花到哪裡 他們都不用在他們的演算法裡面揭露等等 所以在這兩邊中間我是蠻幸運說 我們經過這個18年 20年幾次的選舉 我們現在好像這條路已經走出一個形狀 甚至可以說是台灣model 但是我覺得 我是不覺得是我自己的功勞 就是那個時候大家給我評論一下 我盡量就是認識的回應 那確實有一些朋友他認真想過之後 發現說 欸這套真的可以做得怎麼樣更好 怎麼樣更好 大家變成好像雖然立場很不一樣 但是有一個共同的價值 就是這個Libro Democracy 不是只是一個外殼而已 大概是這樣的方式 喂 手上還有幾個問題 我要邀請舊貴巴士創辦公投見大哥 兩位好 我在問這個問題之前 我要先看一下 環顧一下四周 然後謹慎地選擇我的用詞 因為這個問題其實相對比較簡單 因為這上面有兩個字叫世代 我記得第一次清新發訊息給我在談五百集 談到質感青年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面有一個心酸的感覺 因為自己還沒有成為質感的人 就已經過了青年的那一段 我在講的是說 像我現在感覺到我所謂的五年級的世代 我雖然不是很喜歡五年級的這個名稱 不過它是一個比較容易讓大家理解的 五年級這個世代夾在詹先生跟唐鳳的中間 然後我們常常自己覺得 既沒有跟上那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 又沒有足夠年輕成為網路的第一個世代 然後就在這個中間有一點混沌 有時候我早上打開我自己的這個高中同學的line群組 就發現他們都在發長輩圖啊 早安之類 我想說天啊 我們也才五十多歲 但是acting like 我們的長輩一樣 那或者有一些就轉而成為 對社會的一些新的改變 有很多的抗拒變成很保守的一派 所以我想 雖然我不能夠代表所有五年級的發言 但我心裡就在想說我這麼講的時候 後面的五年級的朋友可能會說 不要把你個人的失敗視為整個世代的問題 我想請兩位對我這個世代的說一些話 我的用詞必須比工作間更小心 是我 我年輕的時候便不知道我們是一個戰盡便宜的世代 現代回頭看 可能是的 因為在我那個時代 我的上一輩 沒有能力提防我們 因為我的上一輩都在 都經歷了戰爭 所以他們 連好好受教育的局部都沒有 所以我的上司其實對我很依賴 他們都說這個事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只要這個事跟國際有關跟社會有關 他們是沒有能力去料理的 所以即使我也只有二十歲 他就願意聽我的意見 願意把工作交給我 我當時不知道這是一個幸運 所以我那個時代是一個菜鳥建國的時代 就是我們每個人都在做沒做過的事 因為我們也沒做過 但我們聽說這事是怎麼回事 所以我們就做了非常多這個社會最早的事 社會的富裕也是那個時候開始的 所以我們那時代也覺得 當然每一年都會加薪好像是應該的 我們現在知道這件事也不容易 這不容易不是說這些老闆們都很無良 不完全是 因為他要有良他也不在 他有他的全球化的難處 全球化簡單的說 我用最簡單的說 就是一個地方輸出貧窮 一個地方輸出機會 我小時候看到我父母親他們那樣 辛辛苦苦的去勾毛線 一件衣服三毛錢 這些都是外銷整理 那為什麼這個在我家裡勾呢 我們就是輸出我們的貧窮 我們三毛錢就可以了 這件事到了沒過 這並不是三毛錢 我們輸出去輸出了我們的貧窮 就輸入了他們的給我們的機會 現在因為我們比較有錢 所以我們就輸出我們的機會 去給那個願意輸入貧窮的人 本來有大陸的一堆各種勞工 現在有越南 現在有印度 有巴基斯坦 這個件事是一直還在流動當中 那我說每一個世代沒有辦法選擇 就是說它那個世代在一個更大的 時空機率裡面 的確是有它很難很難改變的主軸 但是每一個主軸裡面樣貌也都不一樣 我說即使在我那個世代 我們一樣會有溫娜 會有魯蛇 對不對 每一個世代都有 每一個人都有 所以我意思是說 我們沒有辦法 不一定有辦法 有時候也許也有 但我們不一定有辦法 改變每一個時代的結構 因為那個結構被眾多超出我們的力量的東西所決定 但我們卻有能力能夠決定某些小部分 這個就也解釋了 我過去這30年參與很多事 我常常跟朋友說 我沒有micro policy 我只有micro policy 如果你要問我說 台灣的電影制片環境要怎麼改善 我就完全想不出來 因為盤根作解太難了 問題從他的市場太小到他一切 可是如果是把問題縮小到說 怎麼讓侯小姐下一部電影給拍出來 那就簡單很多 去偷去騙去搶都可能 competitive 問題一縮小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如果大革命不可能 小革命也許可能 假如大的規格不可能 小的是我有可能 那這樣想就沒有完全悲觀了 或者說我們仍然一樣悲觀 那就進去很多 我們不是因為樂觀而進去的 那是獨資的意思 我們是因為悲觀而進去的 我們知道我們能做的是有限 但我願意做 因為還是make a difference 一點點的 difference 那是我覺得 五年級跟四年級的關係 其實是有點尷尬的 就是說四年級 因為面對的是一個斷裂的時代 我的父母親他們都是被戰爭中斷的人 那我是一個完全身在合同的事情 我也忽裏忽圖 雖然不應該 唐鳳凌初中就不念 我還忽裏忽圖念到大學 我已經念得出了 可是我有機會念完書 其他人我的長輩是沒有的 我當時那些給我工作 做我的貴人的那些上司 他們是沒有的 那有一些我書上讀來的 於所當然的東西 他們是沒有經驗的 那我會做那些工作 所以我們這個世代就是糊裡糊塗 很多人都少年得志 因為結構在變 社會走到一個地方 他需要一些新的力量來做 那我們就 你看我做主編的時候是22歲 我最總編輯的時候是24歲 你現在回到再想 不容易了對不對 因為如果你尋規道具 是做不到的 那是時代割裂的時候 有大的轉編主才可以 可是我一做了總編輯 我可能要做20年了 那工作間就做不了 他就一直做副總編輯 那五年級就卡了我們這樣 因為我們也還很年輕 那時候 這個是我看到的 然後再來 碰到了另外一個世代 就是網路世代 因為網路帶來一個全新的技能 把上面的五年級六年級 全部都變成 因為你不是native 你不是native的netizen 所以你看起來就有點笨拙 方便是自然而然的能力 所以這個能力呢 如果一個社會說我要進到這個能力 你非得從25歲的人用起 你不能用個35歲 不管55歲的人多麼成熟 多麼有經驗 你都沒辦法用 這就死了 所以也許五年級六年級 有一部分的狀態 是有這個處境的 前面的變革跟後面的變革 發生的弱點是那樣的 所以他吃了一點虧 不過這個話 也不是完全 不是完全準確的 至少工作堅是第一代的網路專家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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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他來的那個星球 50歲其實只是還沒成熟 500歲才 才成熟 直到還很年輕 所以 我在想法是說 的確 我們再回頭去看 這世代 在當時 並不知道 我要舉實說 我不是故意的 我忽利忤讀擋到你的路 這並不是故意的 這是 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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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的 那個結果 所以 這也說明了 世界如果穩定發展 是不好的 要常常有一些斷裂性的 結構 天下大亂才會 行事大好 好,那當然我其實從來不會說我是網路原型,但因為我12歲曾接觸到網際網路,那只是說因為我14歲就創業,所以感覺上好像就是有一種就是跳過10年的生活的這種感覺,但是跟我一起創業的差不多也就是廣告間的這個年紀嘛,所以我一直覺得說其實我是跟這些人比較近的,而跟所謂的七年級八年級, 等等,我也在重新學習,就是他們才真正是Digital Native,那我一直在行政院的那個經驗諮詢文會裡面,我一直有一個講法,就是說其實大概四五十歲,可能五十幾嘛,五十幾的這些人,他其實就是我們更資深的一些朋友,現在大部分大概都是部長、次長,院長等等,院長更高一個時代,那但是大概就是六十幾歲的這個時代,跟我們現在大概三十五歲, 或以下的這個時代,其實在這個中間去取最能夠轉譯的,或者是最能夠去,我們叫輕盈共創,因為之前我常常會在我的就是行政院的一個叫做,就是社會創新實驗中心,那邊就是九號,那邊有很多招牌都是寫清創集體,清創圓夢王,經營的叫清創總會等等, 我們就看到很多大概五十歲左右的朋友,那個就是非常這個新高采烈的來,然後看到清創集體四個字,然後我都還沒有講話,那就走了,就是非常常見的,但是事實上就是要說斜槓,就是五十幾歲時代的斜槓程度,絲毫不輸這個二三十歲的,要說你要幫每一個商業模式去想要它的環境跟社會的正向的應用, 那說真的,這個五十幾歲時代,這方面的connection是特別多的,而且點字特別多,所以後來我就希望他們全部把清創集體這四個字都刪掉,然後後來都改成新創集體,那那個網站也從清創圓夢王變成了新創圓夢王,那然後還有這個清創總會最後也改名了,現在叫新創總會,所以意思就是說,我們是去看我們開始的那個專案,那個專案那個組織只要不滿五歲大,我們就把它叫新創,那只要是新創, 不管你是怎麼樣的一個組成,最好當然真正就是清營工創,就是裡面有二十幾歲的朋友,有六十幾歲的朋友,七十幾歲的朋友,那四五十歲的朋友就剛好把這兩個力量結合在一起,所以它可以一直去引導,一直去facilitate這些清營工創的這些可能性,那後來我們就發現說最active的這些業師,這些引導員,這些帶領不管是二代接班,還是在分音力組織二代轉型的,大概都是這種在浮湊地位的這些朋友啦,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一個年齡段,而且我必須說我自我 一個人同時比較接近這年齡,謝謝團工創人,我們今天最後還有兩位貴賓要邀請一個發問,然後我要邀請視覺設計師方旭忠,小哥哥 兩位好,我是方旭忠,我喜歡做設計來表達一些自己的故事跟想法,其實一直有一個問題就是說,我們常常談到科技,那科技好像它是帶著人們往前進,但是好像往前進的時候,我往前進的時候,我往前進的時候 我們也在慢慢地失去,就像我們剛剛在聊我們曾經擁有過的我們生長環境跟這些故事,那在現在我們今天擁有去總共科技的可能性的時候,有沒有可能利用往前進的力量來對這些故事來做妥善的保存,因為也許在未來以後,不管是教育或者是陪伴,能夠不只是一種公家機關的課本的邏輯,而是用一種故事的分享或者是整理,能夠讓更多的人 還有希望能夠多認識自己喜歡自己的人們,可以接受不同的訊息跟方式,能夠在對未來有所期待 謝謝 我如果有機會回頭看,在我們身邊發生的其實沒有事 我可以說科技其實有點無辜了,就是跟我們念頭有關嘛,就是當我們想掠奪的時候,科技幫助我們有更大程度的掠奪 當我們想要保存的時候,科技可以幫助我們有更大難度的保存 所以大體上科技有一個人,林諾森他自己不知道要幹嘛 是那個要拿他來做某些事的人 所以如果過去我們幾十年來曾經對這個世界有這麼大的破壞 是因為我們以為這些take,這些exploit都沒有代價 那從六零年來開始其實就已經有反省 不過我們已經破壞這個世界快兩百年了 那這個反省也有一些條件 所以並不是一刻就到達所有地方 到現在還有很多地球的某些地方 可能還真正有詞說你們都破壞了,那你不容許我破壞了 這也不公平,對不對 所以這個破壞的行動,這個因為貪婪而帶來的 或是無知所帶來的掠奪 這件事在過去幾千年沒有破壞性那麼大是一個聯合計畫 那這兩百年來,我們整齊機以後 這個破壞力有大的太多 但我猜想未來,我猜想就包括在台灣 今天有時候我們跟大陸的朋友講起話來 會有一些話會覺得對不上來 是因為他可能會覺得說你現在台灣愈來愈窮 你們的台北市看起來是六線城市 可是我們現在一點也不想變成一線城市的模樣 因為你現在是誰要拆房子都有一群人要去保護他 我說我們有一些念頭已經變了 但這個是在另外的世界不見得體會 因而為我們也使我們落後的原因就是我們進步 我們有一些東西我們有新的理解 我們有新的態度 那為了這件事甚至我們可能會動用 我們所擁有的一切知識跟能力 包括科技在裡面 那過去我們知道的時候我們要去 從自然裡面要去掠奪它 我們也是用了我們當時能用的科技去掠奪它 所以當時破壞就很大了 那我想科技當然這個也 我也敢說一定沒有關係 只是說科技的確是一種超乎人的力量 我們創造出一個自己無法駕馭的力量 所以即使我們念頭可以煞車 那個力量有時候煞不了 至少科學幹人的故事就是這樣 所以我的想法是說 對你剛剛提的這個是一個重量的提醒 我雖然覺得科技有點無辜 就是說它其實是跟人的念頭一起走的 它能用來做 譬如說它同時也可以來做 做這個exploit 所以它有各種能力 那這個能力是人在用的 要料理的是人 要料理的是人心 就是科技 但是人要不要再多做一點 即使是科技 我們都要有相當程度的節制 或者說 或者說 我們要為它設定某一種 某一種 某一種 證明 譬如說 生命科學現在看起來最危險 我說 科學觀人當年的那個故事 講人造人 那個看起來像是一個預言象徵 但今天 它在實驗室是真的會發生的 它是必須有一種 一種節制的能力才能阻止它 它要真的在實驗室裡把一個人給合成出來 現在看起來這個技術 是一點點不困難 如果你可以做羊 你怎麼不能做人 所以我一直說 那一樣的 今天說的這個 這個 機器人這個能力 本來要幫助我們 再重 負重 要幫助我們 這個 這個 肢體有艱難的人 它可以變成我們的身體的一部分 看起來好像是好消息 但它如果變成一個擴大了的軍人 擴大了的武器 你想起來也會覺得非常可怕的 就是說 過去 一個戰爭 不一定能使人滅絕 因為殺一個人還蠻困難的 但這個能力的增長 未來到底有沒有東西可以解制它 我們也不得而知 所以我們難題是蠻多的 人跟科技之間 這個力量有點大到人無法駕馭 這個是到底 我們要有多少 智慧才攔得住 還要有多少防止瘋狂的人 才攔得住 這個 我不知道有沒有答案 或者說 你剛剛說的題目 有一部分我覺得 不完全是科技的錯 是人用科技的錯 但現在也有感覺 科技的力量有大到 人其實有心做什麼 都不見得攔得住的 那種感覺 其實 我會覺得我們講科技 好像想的都是自然科學 都是一些應用科學的技術 可是我從很小就覺得說 社會科學也是科學 把人組織在一起的社會技術也是技術 要說用一個錄音帶 把永續發展 植入一個很小的小孩的心靈裡面的流行音樂 也是一種技術 我第一次聽到永續發展這個概念 應該是羅大佑的一首歌 他說什麼 聽說他們挖走了家鄉的紅磚 然後就是騎上了水泥牆 那家鄉的人們得到他們想要的 但是卻失去他們擁有的 對 那門上了一塊斑駁的木板 它刻著這麼幾句話 子子孫孫永保 用世世代代傳香火 這個我的記憶就差不多 跟我認知差不多一樣 所以就是native的記憶 就是想到永續就可以想出 它的這個rock的這樣子一種唱法 但是我會覺得這個技術對我是還用 因為我想到永續的時候 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現象 那像我們現在在做這個 當代文化實驗場的一些工作的時候 我們反過來嘛 我們拆掉了懸疑牆 然後鋪上了紅張 那然後它變成一個很開放的 大家都可以去體驗 從各種不同的時代 在那邊有各種不同的記憶 那透過升學的方法 VR的方法 展演的方法 好像有點像投影一樣 就是確保說我們有足夠多的 這個文化的素材 能夠統一在那個當地 然後召喚出每個不同的人 在每一個不同時代的這個記憶 那總之我會覺得說 這一方面的科學 跟這一方面的技術 在台灣從對於物體的效果去修復 對於人跟人組織的 像怎麼樣還大家特色的公園 等等的這些方式 我覺得都應該把它當作 非常正經八百的科學跟技術來看待 那只有這樣子的話 這一意義才會跟自然科學 跟應用的那一意義是平衡的 而不是好像我們永遠只發展 這一意義就是右意 然後不去發展另外一意義的 這樣進行科學跟技術 這是一個提醒 好 謝謝展先生跟政委 我們邀請最後會發問 吳輝平Bills的文化創意義 顧問執行長白鎮宇 兩位好 我的問題其實 源自於 展先生今天演講的一句話 就是一個概念就是說 我們的知識 來自於這個邊界的知識 但大部分的人 我們大部分都馬瓜是我們在核心 但只有異端定義了我們的邊界 所以那是我們支持的邊界 但 多數的人都會說 為什麼都是馬瓜 是因為我們多數的人 大部分都受 相同的教育系統 然後可能是 一致的 一貫的 或者是規格化的教育長大 所以我們大部分很多人長得像馬瓜 所以 像兩位 可能 在很多的部分都像異端是因為 有很多自學或自己嘗試 因為好奇心 所以得到這些知識 所以 跟大家不太一樣 但 想請問兩位是怎麼看 這兩個 完全不同 獲取知識的 其實就是 我們透過規格化 社會 結構的教育系統 得到的知識 它當然非常有價值 但 怎麼看 自學 得到的知識 跟 教育系統下 所給予大家的知識 或者更 進一步的問題 如果 我相信 一樣跟大家說的 我們其實多多手掌還是有一部分的比例是 想要成為異端的 然後有求知的 渴望 所以 你可能會 自己得到一些知識的可能性 在一個人裡面 他一定有一定的比例 他不會完全是異端 然後也不會完全是 一般的大眾馬瓜 所以怎麼看這兩者之間 他是緊張的關係 還是某種必要的共存關係 所以我來試試看 不容易會被打 我猜想 麻瓜跟天才不是對照主 他其實是一個建成 就是從10%的異星性 一直到像唐鳳這種100% 其實沒有任何的界線可以明確地劃分他 所以我覺得 我剛才所說的話 有點刻意做成對照的原因是 擔心這個社會對這個獨特想法的壓抑 而不是說我們不要學校的知識 唐鳳是特別的人 他沒在學校 我把大部分的學校都讀完了 而且我還乖乖地做了考試也都考了 但我在學校我是不快樂的 我只有一天是快樂的 就是開學第一天 把課本下來的時候 因為那一天我就會把所有的課本讀完 我只有一天 所以我以後上課都是很無聊的 就是我不是都讀懂 但是我已經看完了 我就收著圖 我已經看完了 我只有那一天很開心 因為那是新的書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老師一定要用他的方式去讀書 我所有的東西我都不開心 那我有一點點希望被看見 被容許我做我要做的事 但我可能做太多了 所以我一直就說 這是為什麼我母親要打我 要罵我的原因 因為你都幹嘛 我很快樂 但是這件事並不會解決我 不會讓我變得跟別人一樣 它只會讓我藏起來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 我只是假裝跟第九人一樣 我都不能告訴你我真的來的 但是我心裡上還是希望做那個 我想做的那個自己 所以直到有一天 那個束縛減少了 我就忘了出來 那我們有這樣的經驗回頭來看 所有人都是人 只是程度差別 就是個性上有人更溫和一點 就覺得我不要跟體制為敵 我有一個每次考試都第一名的姐姐 就是他就覺得 他就是覺得老師這樣這樣說 媽媽這樣這樣說 我就做吧 他是一個永遠的配合者 那到了晚年 他就很羨慕我 因為我這個弟弟是跟他不一樣的 但他不能說沒有收穫 因為他一輩子都是受稱讚的人 他都是永遠是被老師被父母 都覺得是最好的想法 他也許也是公平的 你做這個你得到這個 多他也得到 但我說 因為我們有各種不同的狀態 我們都有內心 都有一點點的反派性 那我只是期望 我們這個社會能夠更尊重個性一點 能夠打造一個 我們已經做很多了 我們已經慢慢的容忍社會的差異性 對不對 台灣已經變成在性別的平權上有很大進展 這就是寬容的一步 所以對我來說 打造一個對怪物友善的社會 是非常要求 這是我今天要說的事 而不是要用這個方式把大家打成麻瓜 我們都是麻瓜在你頭部面前 對我想這個怪獸跟麻瓜跟人戰鬥 不是為了傷害人 而是為了把人變成怪獸 那這個下一句應該是什麼 當這個深淵凝視你的時候 是希望你凝視深淵 對 那意思就是說 我想就是順著就是張大使剛的意思 其實像我自己 在深淵國教課程團員委員會 也共心不為一段時間 那我們那時候想的就是說 我們在實驗學校 因為在我是第0代 還需要靠校長保佑 那之後其實就開始有朋友 開始試著用公安民營的方法 用團體的方法 用機構的方法 在下自學等等的方法 展開就是對於 現有的課程綱要的顛覆 那這個顛覆呢 就像任何顛覆一樣 未必也把最後結果會很好 但是確實也看到說 有一些顛覆的方式 特別是剛剛特別強調 就是我自發的好奇心 以學生覺得有意思的問題 來引導他的學習 這件事情 現在叫做素養導向 這個東西 是不分任何實驗型態 在這個部分裡面 都做得比慣性的 就是過敏教育要來的好 那所以後來呢 就是當然年輕易來嘛 所以就是後來 我跟方興周 就被邀去課發會裡面 那我們也幫忙 就是12年國教 現在去年上路了嘛 變成一個就是盡可能鼓勵 所以尤其是12年級 第一學習階段的小孩 盡可能當小觀獸 不是說要去聽雷里嘎嘎 而是說要去發展自己 對什麼東西感興趣 然後自己就是 不要等著老師教什麼 老師也不暫時 我有標準答案 而是說等於他找到他的 跑的方向 到我那個方向跑 他就贏在起跑點上 所以我們從小聽的 要贏在起跑點上 其實就是要找到自己的方向 因為沒有人跑那個方向 你就自動贏在起跑點上 那所以後來這個就變成 我們去年開始國教的 最基本的一個想法 就是世行兩財嘛 成就每個孩子等等 那而且這個也產生 一個很好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 就是一個人他的學習履歷越多元 或者是說甚至他到18歲 乾脆就不想念大學 這些寫槓 其實就是我們設計 要讓大考中心 要讓新的這個學制 校本家身家網等等 獎勵的對象 那你越奇怪 就是越奇怪 你就用新課綱的地方 就用越多 那你越就是 一整個病的那些補習班 就會發現說 他越考不上 也就是說 我們只要把大考中心 跟新課綱 做了一些很根本的調整 那本來那種 停壓式的教育等等 它自然就會慢慢沒有市場 那所以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在當時實驗出來 自發互動共好等等的 這些素人導向的東西 希望在接下來的 至少十年左右吧 透過這種比較柔性的 讓每一個在國中小 或者甚至高中階段 都可以去想說 那我不一定是為了什麼目的 去分析 分組分科等等 是我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我應該是解決這個問題 想要跟別人互動 我應該跟別人互動 不要把它當作我的工具 而是我們有不同的立場 但是也許有不同的價值吧 通常就是永續這一類的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引導 每一個小孩 不需要好像變成人跟人之間的 比較或競爭 我想剛剛的很多 我們在講的說 打壓什麼等等 它的來源 大概還是人跟人之間 個體跟個體之間的競爭 那我們的交易現場 越不重視這個 人跟人之間競爭 相對的排名等等 越在交易現場裡沒有位置 那這樣子我想就是 未來這種多元性 就會我們會 take for granted 就是說 本來就每個人就不一樣 你想 好 謝謝鄭偉 謝謝詹先生 那請大家 給大家講 謝謝推到這個掌聲 謝謝 謝謝 我剛剛說了一下就是